疫情重創了全球航空业 各家的航空公司 为了要求生存 纷纷出招 像是泰国航空居然卖起了油条 不断排队人潮是满满满 带来了将近千万元的收入 甚至还开放了加盟 金黄色的油条在油锅里翻转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长长的排队人龙 等着就是这一块外酥内有嚼劲的油条 而这家超高人气的油条摊老板 正是泰国航空 泰国航空为了应对疫情冲击 拓展卖早餐的业务 早餐组合是三个泰式油条 搭配一份紫色马铃薯蘸酱 售价50泰铢约台币49元 没想到一推出大受欢迎 每个月为泰国航空带来1000万泰铢 约台币979万元的收入 甚至计划开放加盟 从大门到内部装潢 仿佛置身飞机上 这是泰国航空推出的飞机咖啡厅 受到疫情影响 民众出国受阻闷得发慌 航空夜同样叫苦连天 因此泰国航空突发奇想 推出飞机咖啡厅 让民众在机舱内 享用美味的飞机餐和空姐服务 特别的是民众能选择经济舱或是商务舱 进入餐厅还得出示电子登机证 离开时也会收到一张假登机证做纪念 让民众超有感 开末第一天就吸引百位乘客抢着登机 今年受疫情影响 许多国际航空开始斜杠发展 为求生存纷纷出招 像是新加坡航空没有国内航线 受创更深 第二季就大亏11.2亿新币 超过240亿台币 并且采取20%的员工 因此新加坡航空近期计划 将旗下世界最大科技A380改装为餐厅 更提供飞机餐外送服务抢客 疫情重创全球航空只能先求生存 等待黎明到来 东森财机新闻成员 张博祥综合报导 本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